让华阳流泪黄亦想哭的猴子是什么样的猴子 好招好距离啊我这这个猪脚真的长啊比龙江猪脚 还长哎可以打可以倒 我去这个落点真的阴险啊 打得不错 一直黏着 跳压制哇呀这不好像是有云点了哈 厉害 炮枪的八神啊这个八神有没有老K的味道 有没有灰灰的味道 好来看和军的猴子 和军这个猴子是真的凡人的猴子啊 这个猴子呢是已经打遍天下 闲有敌手了啊不是无敌手啊闲有敌手啊 炸一下 哇你看 该出手时敢出手啊一出手时必定有 走了 而且他确认还很多 我空血不妙 不妙哦哎呀终于有一些空档可以还还手了啊可以的 和军的猴子强在哪里啊 可能不是爱飞来飞去的但绝对是敢确认的啊而且他的目的性是很强的 没有什么无效的动作啊你看 你看再一次确认哈飞翔脚踩到之后 断攻击解 必杀 必须飞翔脚 哎呀再炸到完了 这猴子太牛皮了 真的哈这种猴子 连黄翼看到了都要哭啊 哈哈 花样看了都要落泪啊 哎呀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猴子呢 啊猴子还可以 玩到这种高度的啊 确实啊 狗俊游一游戒的盒子啊 也是给了很多人有一些 领袖力吧啊让人家看到了哎玩猴子还是可以玩到顶尖水平的 黏着大汉子 很不很不爽很不爽 大一大飞走再来 哎呀再炸 再炸 哎玩烂你看再一次出手 三个人都有三次确认啊这真的牛逼好了视频好看记得点赞关注羞羞不会走丢